今天帶大家來看一座有70年歷史的老火車站 竹田站 台灣僅剩的三個木造火車站有 南投集集車站 台南保安車站 再來就是這個屏東竹田車站 車站的樣子是早期的家屋型四槌坡 那為什麼要稱它為家屋型車站呢? 因為它的造型不是很特殊 只要能運輸就好了 為了快速蓋好這座車站 所以大部分的建材都是用木頭下去做的 那麼在九年代之後 人民的生活有了改善 大家都開始買自用車 就因為這樣做火車的人越來越少 你看看喔 一列巴結的火車 只坐了30多個乘客 太不符合成本了 所以這座車站 從原先的三等車站被降為簡易車站 我從遙遠的地方來著 不單單只是為了看這個車站 接著要去網紅點朝聖 在哪呢? 下集已經更新趕快火速點開